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台中第二選區 立委的補算 這個星期日就要來投票了 警方是繼續來感控到選舉的党盤 也來看一張 國內最近一年來 投資金額最多的 選頂半條的集團 這個集團是採取到 沙摩亞的模式來經營 就是把總共識設立海外 在國內來設國內的分共識 只是最近一年來 落土的金額 就尊敬一條 警方利用到大小紀錄的分析 在台中和台北操到六個點 抓到陷阱五十個 幾百的警察 穿入伯嬌集團 在國內分共識 現場的願望 不夠歡迎 搜索 來 上線 搜索 旁邊的保安心裡面 放一支一支的現金 這都是復活的敵人 這個集團最近一年來 將中國公司 設立在海外 另外在國內設立 讓武中心 主管和電銷頂頂的所在 分工處理 算頂 擺繞的事頂 當時分散方向 以現金儲值 信用儲值 或虛擬貨幣的方式 進行下注遷阻 並把公司的不法金流 獲利 取出無案 這個集團最近一年來 地金獲獎金一條 一國月地金獲獎 超過十億 因為台中要保存立委 竟然這家 對著任何拔轎行為 不管是一般的 六個材賭博 不管是運財 網路賭博 或者任何的博弈網站 我們只要有線索 我們都會 加油 查案 雖然沒有抓到擺選機 但警方在這次的行動 三禮拜來 就抓到六十九 怕擺繞的犯罪 只要你要放置 用擺繞的方式 迎向選機